有一位韩国极简水墨艺术家 他擅长以简洁近乎抽象的图像 来诠释当代的自然情境 还有城市风貌 他说 层次分明的水墨是东方最美的颜色 他将水墨结合影像装置 在展间里面有香气 有鸟叫声 一进到展场里 就像进到大自然一样 川流不息的瀑布 配上清脆的鸟鸣 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水墨 跟动画的配合 这是韩国艺术家 宏浦日美的作品 隔壁转间飘着淡淡的花香 一颗闪耀的太阳 在巨大水墨画上 随着时间推移 结合影像动画 为传统水墨 呈现出不同的感受 很多年轻人 特别不学那种传统的东西 所以我想这次 就是科学的方式来 也可以就比较接近 就是传统也留下来 科技的方式也融合在一起的话 可能比较容易 有接触到这个境界 艺术家宏浦日美从小就开始接触水墨画 在韩国取得艺术治疗博士后 更注重艺术品跟观众对话的过程 他说墨的层次分明 可以代表我们的思想多元 是东方最美的颜色 上百张纸片组成的水墨画 有的是一片空白 有的则是一抹黑边 他说原本是一幅巨大的作品 在搬运时不小心被工人损毁 当下决定把它裁切成一百张纸片 重新组合成另外一幅作品 不能放弃 也可以你再想转变的话 有更新的东西也可以出来 所以就是每一个 我的作品里面黑跟白都对比得很大 这个就是人生一样 有时候很黑 但是也有希望的 红浦日美用影像以及拼贴等不同方式 带大家看见不一样的水墨画